神中名声满不赢,温室古迹任远行 大家好,我是任远 现在我所处的位置是安徽浦州 背后就是花戏楼 这是网友推荐我来的 到了这里,我才知道原来这里的雕刻如此精美 那么这一期我们就来看一看 花戏楼属于会馆建筑 因为山西商人和陕西商人共同出资建设 所以也被称为山陕会馆 始建于清顺制13年 康熙15年改建戏楼一座 乾隆49年再次增修达到现在的规模 全价票50块 顺着售票处一路前行就进入花戏楼景区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山门和一对铁旗杆 每根高16米重6吨 共分为5节 上面有方斗三件 铁旗6对 风铃12只 还有盘龙绕柱 旗杆座上有名文 重点信息是铸造年代 清道光元年 墓地永保四方平安 极庆有余 这对铁旗杆当年差点就被扔进炉子里炼了 山门正中间上面三个大字 参天地 体现天人合一的思想 旁边是两条将龙 左侧龙旁边刻着达摩一尾渡江 右侧龙旁边刻着老君炼丹图 一下就把如是道融合的文化体现了出来 下面刻字大观地庙 更是直接点名重点 在道教 关羽是武财神 在佛教是切兰菩萨 在儒教就是关公 庙字左侧是佛印 黄亭坚和苏氏三人品促图 刻字板上面是吴越交战的场景 左边夫差 右边勾建 应该衍生出来的意思是商场如战场 于是不要慌 可以卧心尝胆 从头再来 右边是刘备拜访乔郭老 说周瑜陪了夫人又折兵 就是这个场景 当然出自于三国演义 下面是郭子怡上授图 42个人物为妙为宵 寓意人丁兴旺 家和万事兴 再下面是松鹤延年图 拱门上雕刻的是二龙戏珠 再看竖着的立柱 底子是锦门 图案是葵花 寓意锦上添花 采鱼的人物是葵行点斗 笑咪咪的则是文昌帝君 满满的细节 立柱左侧 有虎落平阳被犬妻 王羲之爱鹅 周敦仪爱莲 以及九只狮子 有一个小狮子的头 在大狮子屁股着 很容易被忽略 寓意九世同居 这边的雕刻太多 就不一一介绍了 整体的雕工精湛 画面大气 旁边写着钟楼和鼓楼 陈中木鼓都知道什么意思 但是最早我国报时是陈鼓目中 一直到南朝齐武帝肖泽 因为深居宫中 鼓的声音传播有限 早晨熟睡听不到 于是开始早晨敲钟 之后慢慢的发展出来了钟楼和鼓楼 到唐朝形成陈中木鼓的习惯 这里所有的三国题材雕刻 基本都是以三国演绎的角度 美化刘备的蜀汉 黑化曹操的曹魏 特别是在铺扬之战和歌须气袍中 曹操是落荒而逃 且形象非常的狼狈 但博州是哪 这是曹操的老家 这个做法显然不合乎常理 刚才简单的看了看这里的砖雕 和我建的其他的灰派建筑的砖雕 不是很一样 灰派建筑有三毛 砖雕木雕和石雕 但是大家仔细去看一看 灰派建筑它的雕刻 确实非常的精细 但是呢 他们所雕刻的里面的内容 大部分就是花鸟鱼虫 但是这里呢 有非常多的人物 我想大家可以去禁闪地区 看看他们的砖雕 你到了禁闪地区 你就会发现他们的砖雕 要么就是一大堆人物 要么就是刻画了一个故事 但是仔细看看 雕工不太精细 非常的粗糙 所以这里能出现这种情况的 唯一一种原因 师傅是用了灰派建筑的师傅 而出想法的人是禁闪的老板 于是就产生了这种砖雕 毕竟这里是山散会馆 在这边做药材生意的家乡人 他们来到这里 能看到类似于自己家乡的建筑 这显然更符合出资人的 他的意愿 中轴县建筑的顶子 基本是绿色琉璃瓦为主 黄色琉璃瓦做装饰 那为啥民间修的山散会馆 会用到黄色琉璃瓦和绿色琉璃瓦 又为何出现很多皇家才可以使用的龙凤形象 这个我们穿过大门走到头 看到里面供奉的官圣帝君就明白了 这里也叫官帝庙 对于官帝庙 清朝廷往往对于建月视而不见 山散会馆主要记的神明就是关羽 因为关羽本来就是山西人 在明朝 关羽被万历皇帝封为三界伏摩大帝 神为远镇天尊 官圣帝君 这和建月有啥关系呢 看到下一位供奉人大家就明白了 这里跪着李清朝的表妹以及表妹夫 秦桧和王室 看来脸也没少让人呼都反光了 这里面供奉的就是抗金名将岳飞 岳飞也被万历皇帝封为三界静摩大帝 忠孝妙法天尊 岳圣帝君 可以说岳飞与官羽从历史上说形象是差不多的 所传送出来的精神就是忠义效勇 那为何武圣官羽的形象深入人心 岳飞作为一代武圣却没什么大印象 同为明朝被封大帝的男人 为何差距这么大呢 这一切都来源于清朝廷 岳飞是啥将军 抗金将军 金 女真 清 他们的关系 懂得都懂 那么清廷会给一个打过自己老祖宗的人神话吗 这显然不可能 但忠义效勇的形象肯定不能没有 于是关羽被再一次推向神坛 这也是为何几乎每一任清朝皇帝都在加封关羽的原因所在 清朝统治的这二百来年 关羽该有的不该有的都有了 给关羽修庙能更加根深蒂固这一思想 而其他会馆只是会馆 官二爷文化并没有如此深厚 所以也就只能挥瓦覆顶 山西商人和陕西商人于是借着给关羽修庙疯狂悦志 我认为这才是山陕会馆一枝独秀 出现琉璃瓦甚至黄色琉璃瓦 以及各种龙凤图案朝廷布馆的原因所在 走的有点快回头才看到戏楼所在 舞台坐南面北 为方便观众看戏 舞台前身呈秃子形 由六根爆柱支撑 木头之间采用的笋卯相扣 没用一根钉子 舞台正中屏风透雕二龙戏珠 上玄鹅扁 清歌妙舞 台正中写着阎谷风筋 中间上下场门则是想当然莫须有 台前悬挂迎联 一曲阳春唤醒筋骨梦 两般面貌坐进中间情 虽然说花戏楼当年的戏子已经不在 但让我想起来了一些金句 一杯一洗一抖秀 一跪一拜一叩首 一贫一笑一回眸 一生一世一顺修 这个句子可以说写得非常的好 也非常的应景 大家可以想见啊 在旁边这都是看楼 当年这里的百姓 每天都受着戏曲的熏陶 可以说乐此不疲 但是这里流传着一个故事 最早的时候 山西商人和陕西商人来到博州 倒卖药材 很无奈 当时老天不开眼 天天阴雨天气 于是收来的药材发霉了 不仅把自己的钱赔进去了 自己借来的钱也给赔进去了 于是这两位人就去要寻死 恰巧碰到了一位老人 这位老人和他们非亲非故 于是就劝他们 做事啊 一定要稳住 所以这位老人就把自己的羊给卖了 然后给了他们这些钱 让他们莫要做傻事 于是这两位商人凭借着这笔资金 慢慢的就作为了博州的一个富商 但是他们作为富商之后 去找这位老人又找不到了 于是就在这里修建了这座花戏楼 让整个博州城的百姓 都可以来这里看戏 虽然说这只是一个故事 但里面却蕴藏着中国人知恩图报的道理 你血中舒探 我仗义书才 戏台四周布满了彩绘木雕 共雕有三国戏文十八出 人物达到了数百位 神态各异 单论彩画属于典型的山西地方才 不属于官室彩画 这幅是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故事 诸葛亮知身随鲁肃过疆 以他超人的胆识 同东吴群儒展开舌战 以滔滔变财 使对手一个个结成手下败将 使孙流联盟共抗曹操的局面得以形成 戏台正中间的这个长满坡最为精彩 赵子龙单枪匹马独闯曹营 救出了右主刘善和甘夫人 同时也赞扬了曹操 我宁要活赵云 不要死子龙 这种爱将稀残的品德 这些跟我刚才所说基本一致 儒家所提倡的三纲五常 在雕刻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例如舌战群儒 与三弃周瑜中诸葛亮的智 三顾茅庐中刘备的人 华容道义士曹操中 关羽的义等等 虽然这里是商人所见 但他们对于子孙 也想让他们考取功名 毕竟是农工商 商是最低层 所以这里出现儒家理念 仁义理智信 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这里也有很多矛盾点 比如五子登科 是激励人们积极入室 而王志滥科表达的 则是希望过上归隐生活 但不管选择哪种 只要是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 都是最正确的选择 一次旅程三五故事 关于花戏楼 就与大家分享完毕了 那么这期视频 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 评论 转发哦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